在2009劳工金像奖甄选竟在记者会上 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了三位来宾 由他们一一畅谈自身工作甘苦及职场转折的心路历程 在这个艰困且充满失望的年代 希望能借由他们的故事 为大众带来正面的鼓舞与歧视 恭喜的局长苏英贵苏局长 也大力的宣传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 好多好多好多的询问电话一直打过来 因为呢大家深刻的感受到 我们光听光从正义府的政策里面 宣导说我们要重视劳工的权利 这些可能都是一些所谓的语言的团播 可是呢真正能够撼动人心的 我觉得真正能够撼动人心的 不是你听说什么 而是你看到的什么 那劳工经上讲呢 我们就是真的从我们身边的劳工朋友去挖掘 他的故事 让大家很深刻的真切的了解到 在他整个的劳动过程当中 有些什么不为人知的辛苦 有些什么需要我们关心的地方 还有他自己努力奋斗的路程 劳工局局长苏银贵表示 前两届的劳工金项奖孕育出200多位新导演 他们用影像形素不同的劳工样貌 真实记录劳工族群的干苦 让社会大众看见劳工朋友在逆境下的坚毅与乐观 了解劳动的珍贵价值 台北市的价值还是不能改变的存在 其实每个人对以后的生命 这两个世界都有他的解释权 劳工经上讲的第三个 就是要把这个解释权 交给所有的劳工朋友 台北市政府 今年在第三届劳工经上讲 其实基本上啊 希望说所有劳工朋友 透过镜头来捕捉自己生命的故事 或是作为工作的记录 包括一般劳工身心障碍 严助理 国际移工也就是外劳 以及没落的产业五大列 所以我们奖项非常多 奖金高达55万 那截止日期 6月30号 如果你现在听到 你现在看到这一则消息 你现在开始准备 其实还来得及 认真地去思考我要 因为毕竟做了10年的工作 其实你要 身障创业者梁玉元 特别在记者会上分享自己 如何从保险业务员转行开设鱼面店 也呼吁有心想要转行及创业的民众 必须认真仔细做足功课 了解本身的能力及长处 才能提高成功的几率 他会大脱 那这会不会 我一定不会 对 谢谢跟我一样 但是他现在是鱼面店的老板娘 我们要再来检视一下 他这个鱼面店 现在的成绩怎么样 今天好像主观 大家有特别的情商业 大家可能会看到 我们现场鱼面 他今天早上特别 因为他刚刚来的稍微晚 因为他要亲自 亲自的把这个 今天现主的这个鱼面 要带给现场所有的来宾 很多人已经低头在吃 根本没有在听我们讲 好开心 其实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早来听我们讲什么 也没有什么那么重要 好吃比较重要的这个鱼展 就是对一个上班族而言 你要转业 尤其是做吃的东西 其实他前面两年 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可能面对的客人 不管他是有理无理 你可能在初期 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 你要去做什么样的修正 你只能一次一次 不断的修正自己的 自己的经营的方式 我觉得就是可能 最困难的点 是在自己心态的潮湿 对 我本来是很正常 很正常的生活 现为一位网页设计师 又是业余舞者的蔡如芬 自怀孕生产后 渐渐丧失听力 经历一段家庭与职场上的 辛酸与煎熬 后来装设人工电子耳的他 开始在社区大学 学习佛朗明歌舞 会上 他也亲自绣了一段舞蹈 脸上充满自信的微笑 与曼妙动人的肢体动作 就是鼓励人们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最佳榜样 有一个比较轻的工作我刚去呢 因为刚开始 我经过小工作的时候 有碰到很多困难 所以后来小工作 是轻而感觉 我轻到过去 只是说轻你很害怕 有同事在后面就要做开会 然后全部同事去开会 只有我一个人就知道 我一直做 不想做多久才起来没有办法 然后大家就在开会 然后大家就觉得我很奇怪 现在装了人工电子耳 所以可以听到百分之八识 如果近距离的话 都可以 但是如果有吵杂 或者有人多 又没有办法 去申请政府的补助 我很幸运 有申请到二十万块钱的补助 因为从这个不太容易申请到 通常都是先给 先给那个小朋友 那段时间也是 找不到工作 因为虽然我有开始 学网页设计的工作 但是因为我的年纪很大了 我就听张 我找工作很难找 然后我找不到工作 我就想说 再去学东西就去社大 然后社大 就选了这个佛老明哥的课 然后一跳到刚开始是 当运动健身 然后没想到佛老明哥可以 他这个舞 可以跳得很浓烈 很热情 也可以很深沉 甚至很愉悦 然后一堆人 集资的人 他们围起来啊 这样子 随意的集长唱歌 就可以大家跳得很静心 它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一个舞 然后我就开始喜欢上它 然后我觉得这样 开始有一种目标 然后除了工作以外 我有一个精神地图 而且在跳舞的时候 我很快乐 但是很多不会了解我们对象是为人的这样子 其实一个老的艺人 他一直都希望在舞台上表演 我曾经有一个 曼书徒讲一句话 他我一面死在舞台上 表演资历超过50年的中华演艺总工会理事长康凯 因为看到一些资深演员遭遇生活困境 促使他筹组工会 争取演员的劳动权益 他表示资深艺人经验丰富 却缺乏表演机会 希望可以借由工会 让有才艺的艺人重回表演舞台 他会连续说他送了十岁人扮演六七十岁人 最多公平的事情 其实他很有能力工作 也很愿意工作 但是他不太能够开口去跟运气的帮助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用主动关心他的帮助来 我觉得现在目前不管劳务部门也好 或者是我们西文部门也好 文化部门也好 可以建于政治这个区块 因为我觉得区块是蛮重要的 而且我也提及要推动两岸的合资合作来进去 因为过去我们这个国家推动本土话以后呢 要很多不会讲本土话的人呢 都失业了非常的久 其实有些失业到十几年 是我做理事长的责任 就让这些有才艺的人 能够再回到我们的场表演 这是我的责任 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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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自从我有七亿以来 我好像就没牵过爸爸的手 跟爸爸总是一直保持着距离 但在生活中 我很难不去注意爸爸那少了一截手指头的手 虽然我一直好奇着 但我从不敢问 总只是看着爸爸残缺的手指头 从爸爸从事过的各种行业 猜想着爸爸失去手指头的原因 印象中爸爸做过的每一个工作 好像都有他的危险性 爸爸卖过玩具 里面有很多尖牙利器的大嘴巴怪兽 当时虽然我是个小孩子 但我却不喜欢爸爸卖的玩具 总觉得被咬到一口一定很痛 对不起 还愿意 要感觉 大家一起去揍 我爱你 你喜欢 喜欢 当然喜欢 这是学校杯